白化佛法 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所以师父教你们不要骄傲 好好学佛 人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管怎么样 要学会尊重别人 那是学佛人的 最基本的道德品质 好 最后 师父想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好吧 就是一个挑奋的人叫尼提 佛陀佛法 这就是佛陀当年用什么样的智慧和耐心 来度这么一个机缘成熟的 出家 在佛陀佛法 在佛陀注释的那个年代 所谓 城中有一个贱名 贱名就是不是很高尚的 名叫尼提 名叫尼提 因为他总性卑贱 过去的说你性什么名字 是代表着你的高尚和低下 那么这个人呢 一生呢就帮别人呢 做着除粪的工作 养活自己 就是挑大分 有一天 佛陀在七环经舍当中 他一看到 除粪人 尼提 得度的因缘 已经成熟 于是就带着阿难进城 佛陀就带着阿难两个人 直接想去度化尼提 这个尼提呢 这时候呢 正好拿着城满 瓦罐 准备到城里去倒掉 然后过去呢 用这种粪便子倒到泥土里 挖个坑倒进去 然后把它再埋掉 过去他们都是这么处理 这种粪便 那么远远的看见 世尊朝自己走来 看见世尊的安详的步履 庄严的意表 眉宇间呢 善发着那种 金色的豪光 不由得让他自残行贿 就觉得 哎呀 我这么脏啊 怎么给佛陀看见呢 立刻避道而行 悄悄地离开了 当他快要走出城门的时候 却不料又与世尊相遇 其实佛陀有意来度他 佛陀知道他走到哪里 这时候端着城门 变尿 瓦罐的泥体 心想赶快回避吧 但是心里一阵慌张啊 转了一个身啊 没想到这个瓦罐呢 正好撞到墙壁上 立刻蹦破碎了 这个粪便见了他一生 又是在世尊面前 他又羞愧又恐慌 这时候 佛陀走到他面前 慈悲地对他说 你想不想出家修行啊 哎呀 从没有过这么温柔的声音 跟我尼提讲话呀 他又感动又紧张的回答 师尊 你是尊贵的 撒地利总姓出生 您的弟子也都是和您身份 相称的贵族 我是一个卑贱的奴隶 怎么能和他们一样成为您的弟子呢 佛陀对尼提说 佛法的殊胜就像清净的泉水 能够洗出一切的污垢 而又好似熊熊的烈焰 无论是巨大还是微小 细致或者粗略之物 都能焚烧殆尽 佛法的慈悲与平等 是广大无边的 无论是贫富贵贱 男女 只要发心想修心的人 都能从佛法获得最究竟的利益 哎呀 佛陀的开示就像黎明的曙光 让尼提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光明和希望 心中萌生出像要出家的怨心 佛陀就请阿难 带着尼提到城外的大河边 去沐浴清静 再将他带回了其环经舍 先把他带回去 在经舍中 他听闻佛陀开示 尼提心开意解 立刻得正出国 得正出国就是开悟了 于是呢 恳切的请求 佛陀要出家 他说我要出家 佛陀对尼提说 善来比丘 须发自落 夹杀自着 佛陀这么一讲啊 哎呀一善啊 这个尼提啊 头发自己掉落了 给他换上件夹杀之后 一下子法相庄严出来了 像个和尚 这个时候 佛陀就开示四圣地 尼提比丘立刻正得 四国阿罗汉 无始劫以来的烦恼 一时灭尽 正得神通自在 他有神通了 你们听下去啊 有神通了 所谓国的人民 听到 低贱的 除愤人尼提 竟然出家了 那个时候出家 都是要非常高贵的身份的 皇亲贵族啊 都是很高贵的 这个时候呢 心里都怀着 轻蔑的想法 他们也不想了解 佛陀为何 要度一个奴隶 出家修行 于是在街头巷尾 纷纷的议论 很多人说 哎呀 这样低贱的人 怎么配受 我们的礼拜和供养呢 哎哟 假使尼提 进城脱博 我们家都会被他弄脏了 这样的流言蜚语 传播的特别快 没想到连国王都知道了这件事情 国王听到这件事情之后 我心中一则轻蔑 一则疑惑 于是 乘着宝车 带着奴仆们 到的 习环金车 哗啦哗啦哗啦 马车全部到 请佛陀为其解惑 佛陀你告诉我 为什么会这样 一行人马 到了金舍门前 稍坐休息 这是尼提比丘 正坐在山门外的巨石上 缝补衣物 七百个天人 周扎围绕 在他边上了 他们眼睛看得见了 国王看到这个殊胜景象 心中赞叹不已 哎呀 这个 比丘怎么这么厉害啊 他怎么有天人在他身边的 走到尼提比丘面前说道 和尚 正想见佛陀 麻烦尊者 未替同报 就是替我同报一下 他还不知道他是谁啊 他不知道他是尼提啊 国王不知道 尼提比丘 立刻 神通 开始 全身 陌路巨石 当中 出现在 佛陀面前 一下子啊 就到了佛陀里边了 然后向佛陀 禀告 佛陀 波斯米王现在正在京蛇门外 想来向佛陀请法 请法 佛向尼提比丘说 你用你刚刚所现的神通出去 请国王 请国王入内 尼提比丘 哎呀 他怎么进去变进去 出来变出来 又惊奇 又赞叹 先前的疑惑 恶念 一扫而空 决定先不问 除愚愚出家的事 想先问问佛陀 刚刚这位能辨神通的尊者 他为什么有这么自在无碍的大神通 国王想着想着就走到了这个这个佛的面前 顶礼佛陀 又绕三杂 恭敬的退坐在一边 那古时候 这皇上到金蛇里边 他要绕三下 然后坐下来 好 恭敬的退坐一旁 向世尊说出自己心中的疑惑 世尊 之前为正通报的那位尊者 有大神通 我看见他可以全身末路巨石 犹如水流圣路时钟 也可以自在地从巨石当中现出 不知这位尊者上下如何称呼 大家知道过去称高僧大德都是上下 你比方说上谋下谋大和尚 佛陀就告诉波斯 迷王说 国王这位神通自在的皮丘 正是目前所谓国中人们所流传的除愤人 你提 我已度化他出家正德阿罗汉国 这国王一听啊 高傲娇慢的念头马上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无比的心目和欢喜 佛陀再次向国王开示 国王一切世间万物万事 总离不开因果 人生在世为何会有贫富贵贱 尊悲苦乐的果报呢 完全是过去身中自己所种下的因 过去身中的心常怀 仁爱 慈悲谦让 尽顺的善念 生长行 尊敬三宝 长辈 爱护晚辈 一切众生之善行 今生就会感得尊贵和富有 如果你过去身中凶残暴虑 功高我慢 放任随顺自己的各种不好的毛病 生生就感得悲贱贫穷的果报 所以国王因果就是世出世间的真理 波斯弥王再次问佛 请问佛陀 你提尊者过去身中 他种下了什么样的因 今生才感得贫穷下贱的果报 他过去世中 他又种了什么样的因 今世可以遇佛得度成就圣果 请佛陀慈悲开示 佛陀告诉波斯弥王说 过去在加塞佛灭度后 有十万比丘僧 在这个僧团中 有一位比丘 担任僧团中的执事 这位比丘 这位比丘因为身体有病 常常复泄贫药 但他并不外出自家如刺 而是排泄在金 银打造的器皿中 这样的权势 命令他的弟子处理排泄物 因为他在生团中担任着重要的执事 他就便放任自己高傲自大 身体稍微有一些不舒服 他就懈怠堕落 指使弟子替自己除愤便 然而他所命令的弟子 是一位已经证得出国的圣人 因为这个缘故 他在五百世中都升为下贱的人 以替别人除愤来养活自己 一直到了这一辈子 他还是为人除愤的贱命 但是由于他曾经出家 收持戒律 所以这一生因缘成熟 得欲如来 听闻法药 能漏尽烦恼 正阿罗汉国 国王你知道刚才说的那位 驱使圣人除愤的执事人 他是谁吗 他就是尼提比丘的前世 波斯弥王听了佛陀的开示 毛色顿开 法喜充满高傲之心 消失殆尽 赞叹道 卢来出现于世 真是太殊胜难得了 无量无边的众生 都可以蒙受法义 离苦得乐 说完 国王从坐而起 走到尼提比丘前 恭敬常跪 顶礼尼提比丘 自成忏悔 先前所造的恶念 这个念头 此时 佛陀见波斯弥王 以除掉慢心 更未必 说微妙法义 佛陀说 直向修故事 持戒 乃至希望升天 这些都是生灭的法 并不究竟 唯有不住向 修一切善法 心无所住着 才是最究竟的大乐 这是在场的大众 听到佛陀 微妙的开示 皆由所体会 一心文法精进 依教奉行 这个故事 选至贤鱼经 卷第六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 你今天偷懒 你今天让一些修得很好的人 用你的功高我慢心 去指使他 去让他做这个 做那个 所以在佛法界里面 法师里面有个规矩的 不能消耗自己的功德 什么事情要自己做 你叫别人做了 你在消耗自己的功德 这就是为什么 不要轻易地叫别人付出 你的功德会随之而消失 他就是因为 他叫了一个 他的弟子去除分 而且这个弟子 已经证得了出国的 一个圣人 什么叫圣人 这个人已经不是一个凡人了 这个人很快就能够上天的 所以这个人 他没有种上善因 他种了恶因 最后得了恶果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用有限的生命 去创造无限的未来 我们每个人要学会 自己消自己的业障 不要去造孽 不要随随便便去用别人 用别人越多 你欠别人就越多 自己能做的 自己去做 自己不能做的 去求别人做 用功德还 所以能做的人 一定要好好地爱惜别人 哪怕别人跟你做了 你说一句 对不起 谢谢你 你都会消耗福报 少很多 所以你看法师 都不愿意 别人给他们 做 因为会损耗 他们的功德 希望我们学博人 每个人都要自己 还能做 你不做 你以后年纪大了 对不起 你就老了快 你越不劳动 越不自己付出 你损失的自己 福得越快 所以师父希望你们 好好地用佛的智慧 来改变 来真正地让自己 能够懂得 怎么样在人间 化解烦恼 化解恶缘 怎么样能够 让自己 在学佛的道路上 能够 正信正念 任何的懒惰 任何的懈怠 任何的烦恼 都是因为我们远离了智慧 如果有智慧 你就会破除一切迷惑 颠倒 修成正果 希望大家 好好地修 一定要一事修成 今天给大家的白话佛法 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欢迎订阅